所以刚刚讲到 偶艺大师 一段教诲 真能念佛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大不时 把自己的性 这个性格 自我感受 透过佛号 慢慢把它放下来 活一天 为众生做一天 大不时 真能念佛 不负起贪嗔痴 大慈戒 佛号一生戒一生 就不会去想奥币了 不会去想美经了 不负起贪嗔痴 大慈戒 真能念佛 不计是非人我 及大忍辱 这些人事纠缠 就起不来了 而且 在人事当中 老法师教给我们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我自己不对 我自己先做好 正己才能化人 我们先不要求别人 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愿 我们先要求自己 这就是忠输的存心 要求自己 严格 叫忠 不求于人 输 忠输 离道不远 就跟真心相应了 人家就不会埋怨我们 而且 我们先要求自己 这个心念 正己的心念 就会感动别人了 也自我要求 人的心是互相交感的 我们 自我要求 就会带动他人 自我反省 可是假如我们是要求别人 就会带动对方 也是要求别人 那就互相要求了 各相责 天翻地覆 各自责 天清地宁 心是根本 修身为本 所以老和尚说 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所以不计是非人我 计大忍辱 不骚 剑断 夹杂 佛号一身接一身 忘念邪念 不让他起来 大精进 都没有浪费时间 不复妄想 持足 这忘念不会相续 佛号提起来 大禅定 不忘正念 禅定 因为念念都是正念 你心就不会被境界 起贪嗔痴 不会被转 定得住 真能念佛 不为他起所获 你不会被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宗教 所影响 那真有智慧 若能适得此法门 我们珍惜这个法门 一切诸佛 皆随喜 一切诸佛 也不跟你介绍其他法门 他会说善哉善哉 他会一直加持 念佛人 所以应主这一句 开示很精彩 万德鸿鸣 六度万恨都在里面 而这一篇开示当中 欧依大师有指导 念佛 一开始修行 还是要计数 或三万 或五万 我当时候一听 怎么起跳那么高 三万 后来呢 又听到黄念祖老居士 他给同修有一个专题开示 叫尽忠心耀 尽忠忠的心耀 他依阿弥陀经 跟无量寿经 给我们开解 阿弥陀经讲的 信愿持明 这就是镜中的心耀 三字两 无量寿经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其实真性切愿 就是菩提心 真性切愿的人 念求生净土 净土为归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我现在什么都不求了 就求见阿弥陀佛 就求往生极乐世界 偶一大师的 劝发菩提心文里面 讲十个因缘 我们能发菩提心 其中一个因缘 就是念求生净土 而且我们在念这句佛的时候 我不能辜负 释迦牟尼佛 我不能辜负老和尚 念这一句佛 就有念本师恩 念师掌恩 所以小本 跟大本 无量寿经 通通教的是一样 都是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幸运辞明 就是菩提心 黄老 还没有讲 静忠心 谈的一段话 很震撼自己 黄老说 我是 生死的凡夫 就不能不注重修行 我每天要修法 他是密宗上师 他还要超度众生 我还要注解大经解 他每天的任务还很多 但是我还得要重视修行 所以每天一定 佛号三万 我当时头皮都发麻 老人家身体不好 任务还多 他每一天的定课 佛号三万 后来亲自看到他老人家 接受 美国同修 到了北京去请教他问题 这个网上都有 达克问 当黄老 在跟美国同修 解答问题的时候 他手上的佛珠 没有 一刻停下来 都在念 当然我们不能学相 假如今天你听完 黄老这个例子了 跟你朋友聊天 人家搞不清楚 啥状况 还是你面对亲戚朋友的时候 一直手在那里动 然后呢 动动动 你刚刚说什么 都没听清楚 人家的话 听人家讲话 理尽诸佛 也是念佛 公公正经 听他讲 当然 你边听 可以听清楚 又可以念佛 当然 更好 这个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要针对自己的情况 师长这些教诲 怎么用在自己当下的状况 这个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这个不能学相 很好 很好